都说大陆人口多市场大 包括牙科也是如此 这两年大陆不小口腔 医疗产业申请在股票市场挂牌上市 市场调查机构预估 光是大陆的职牙商机 就超过1500亿人民币 有些台湾年轻人看到不愿来前景 选择西境求学考职者 就来看看他们怎么串联人脉 在萌芽中的大市场一起打拼事业 放心啊 不用紧张 看牙之前先细心安抚 同去的空间营造 也试着转移孩子们看牙师的紧张情绪 各种小细节都来自台湾经验 尤其又是台湾牙医师的一个优势 就是我们说话可能语气比较温和 也比较温柔 杨凯如老家在屏东 舅舅就是牙医师 从小耳濡目染有了牙医梦 也随着登陆求学的浪潮 在大学时期西径追梦 我觉得医疗是一门技术 对 那就是有一技在身的话 在哪边都可以有自己的发展 我就决定高三毕业后 就是要走出台湾 然后多见见试面这样子 杨凯如到大林医科大学之后发现 有不少的同学来自台湾 像是陈雨亮原本在台湾是牙科技师 也因为看好大陆口腔医学的 人力需求到大陆继续进修 我们学校台湾的同学还不少 对 那我是跟我先生 就是进去才认识的 两人毕业之后 不只成了人生的伴侣 也一起在事业上打拼 为了了解大陆的市场 夫妻两先后在上海浙江四川 当牙科医生 累积足够的经验之后 选择在厦门创业 休假午就马上回家 隔天我就可以再马上回来 回到厦门就好像回到台湾 回到我自己的家一样 在大陆求学的过程当中 为他们累积了不少人脉 诊所里的四位医师都是台湾人 成为诊所的一大亮点 我在之前就跟陈医生认识 然后他说来这边的话 就是学习口腔封口 然后对 我就过来 那你直接放轻松 OK 那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准备开始了 尽管都有丰富的经验 但创业的初期要打开全新的市场 依然几经考验 前几个月 可能很多时间大部分都是空等着 因为大家还不知道 早 你好 你好 我们这边请坐一下 客户的经营完全从零开始 他们的台湾背景成为独特的优势 先是在台湾的圈子里传开 口碑也由此而来 就是非常的专业 也很乐情这样子 那重点是我们也是同乡 这两个医师都是台湾医生 那本身就是因为习惯 就是他们的服务态度很亲切 然后整个环境又很不错这样子 经过这些年的累积 名气逐渐从台商圈往外扩展 随着月月增加 慢慢有些忙不过来 开始寻觅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 然后也是希望说有更多的台湾籍医师 知道我们 然后可以一起大家共享这个平台 只要是有梦想 可努力 然后愿意付出的 我们都非常欢迎 从求学到创业 相互帮助人脉串联 又一起在14亿人口的大市场里 拼出一番事业